我们一起来就去走 一起来就走 在批长的过程当中 还要讲究一个什么 讲究一个接触球的 不要接触球的正面去批 你看 你接触球的正面去批 通常会飞 或者我一加力就容易批不住 接触球的左侧面去批 我要送 我一定是这个动作送的 你看大家看一下 移 移 往左边 移 往正手位 移 它一定是送出去的 不是说加摩擦 不能加摩擦 是不是 不能加摩擦的太多 批长很多球迷 要不要加摩擦 你们看一下批长 加一点点就可以 我们要讲究的是快 出球一定要快 懂了吗 一定要快 不是要加 要慢的去戳 或者说是我们要摩擦过多 摩擦过多 我们就失去了批长的意义 所以说 很多球迷 而我们在批过程当中 上升是接触球的偏左的 偏右的位置 偏右 偏右 偏左的位置 两边去接触 来 往这样子去批 往这样子去批 好吧 手要迎前送 是要迎前送 手一定要迎前送一下 我们有一种叫戳球 摆短是不过球 批长是要过球的 过球就是 等于这个球 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的拍子 要过去一点 这叫做过球 来 给你们看一下 很多批长要过球 不要这样子去批 你看 这样子去批 它叫不过球 你看 我们这样子去 手在这里就停住了 但是我们批长要过球的 你看 球在这里 我们拍子要推过去一点点 要过球 推过去 有一点点推 有一点点搓的感觉 有一点点推 有一点搓的感觉 那么纸板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批长的纸板 你看 它是推搓结合体 知道吧 推搓跟结合 你看像这种球 对方想拉也不好拉 因为我们到了底线了 你看 上升切 推跟搓的结合 这种球 在比较